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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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家吗 你去家吗 这菜很彩了 写信哪 写一封信多少钱 识文 行了 你别在这写信了 跟我走吧 帕儿姐 怎么是你啊 你 你怎么瘦了 你还记得我什么样子啊 看您说的 早就想去看你了 读书写字实在离不开 行了 嘴上说说了吧 不是 真是心里想的 您过来坐吧 坐吧 不坐了 跟我走吧 去哪儿 往香楼啊 你不去了吧 这儿实在走不开 晚上再过去 你以为我去叫你干吗 吹笛子吗 作曲吗 弹青说爱吗 美的你 够不够 帮我算算勾写多少封的 算一算 有很多封的 潘儿姐 您哪有那么多心要写啊 这你就管不着了 我给天写 给地写 给风写 给雨写 给死人写 给活人写 你放心 就是不给你写 这 走吧 这个 这 这得写多少天哪 那我可不管 什么时候写完 什么时候算 庆儿 你来 妈妈 您叫我 这小姐在周相公屋里干吗呢 周相公她出去了 小姐正在帮她收拾屋子呢 这成什么了 没瞑目的 跑到人家屋里去了 大男人的东西动来动去 去 把她给我叫回来 别说了 我什么都听见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听见了就好 银章啊 你怎么大白天的往人家屋里跑啊 我 前天我看见你睡着了 她还进了你屋给你打扇 这 这成什么了 妈 别人要是这么说 也就说说罢了 可是这周相公 他救过咱们的命啊 反正我不管 您不许这么说他 我不管哪个 谁都一样 救命归救命 救了命我谢人家 可我不能谢得连女儿都搭进去嘛 不 房子我正在找 找好了咱们就搬家 搬家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这个周相公 你妈妈我看着没底 妈妈 他救咱们的那天 您可没说这样的话呀 哎呀 你别总拿这事堵我 他救咱们的事 我还没想透呢 难道人家胳膊上的伤也是假的吗 妈妈 说女儿啊 您想怎么说都行 但是您话不能说过了 伤了别人 尤其是 不能伤了好人 好人 他说不说伤不伤 侠不侠 道不道的 是什么人我还没品出来呢 一句话告诉你 这些日子你可不能动了心 妈 妈 您这话说完了 什么 妈 您听我把话说完 女儿从小是学唱曲的 您虽然不是我的亲妈妈 但是女儿知道 您比我的亲妈妈还要好 所以女儿从小就想过了 长大以后 唱曲儿挣钱一定要报答您 可是谁想 这世道 你想正正经经的卖一活人 有多难哪 红也不是 不红也不是 这不 刚好了一点 人家又把你的家疯了 妈 我 我想嫁人 嗯 女儿想嫁一个 能出得起前报答您的人 女儿想嫁一个 自己真正喜欢的人 哎呀 你刚才这些话都白说了 这种人天下难找啊 不难找 一点都不难找 清儿忙你的去 嗯 嗯 宋妈妈 我周舍就愿意做一个 周相公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去了钱庄取钱 才回来 好 既然事情已经挑开了 不妨就明着说吧 你坐下 啊 方儿 快给安县公倒茶 倒茶呀 小姐 茶早倒好了 啊 什么晃了 浪啊 这回是上赶子撞了 哎 相公您倒是喝茶呀 就那么傻坐着 还害得本小姐瞎张了呢 多谢了我喝过了 咱们就写信吧 我就坐在你对面了 你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 听得清 嗯 给谁写呢 给 给小时候的玩伴二妮写吧 对 给二妮写 二妮妹妹见字如面 这个二妮她有没有什么大名啊 比如说什么爱乐啊 相连什么的 没有 有我也不知道啊 啊 舅舅二妮 你嫁人了吗 有孩子了吗 我还没嫁人 男人不可靠 你心疼她 她也不知道 你恨她 她就更不知道了 男人不该叫男人 就害人才对 你写呀 你怎么不写呀 这没法写帕儿姐 你说个思念报个平安呢 都是正理 你怎么骂起男人来了 男人就不该骂呀 我就要说就要骂 安相公 要想不被人骂呀 你就得多体贴点 这还不懂啊 写吧 我花了钱了 让你怎么写 你就怎么写 写呀 男人要骂 有时候骂呀 骂都骂不明白 姑娘们 姑娘们快下来 有好事了 什么好事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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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说呀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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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乱 你倒是说呀 嗯 姐妹们说 宋小姐和周相公要定亲了 今晚在大堂里撒花红呢 是那个周舍周相公和宋尹章小姐 对呀 安秀才 你先坐好 我们接着写信的 我想出去看一看 安相公 人家是定亲的 你下去干嘛 啊 嗯 这是我写的歌呀 就是那夜我丢的那歌词 怎么她倒会唱了 我出去看一下 安秀才 我家小姐花钱顾你写信 你不能走 好 芳儿妹妹 你就让我再看一眼吧 不行不行 芳儿 让她去吧 好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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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章小姐 你是从哪弄到这歌词的 我以为这首歌词 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歌词 我从来没听说过 潘儿姐 潘儿姐 骗子 我看你才是骗子 来 大家该乐的还是乐 别为这个小人杀了风景 奏业 尹章小姐 我想让你再听我一句话 你真的不能嫁给他 你跟我们一起吃 大家碰到他们饮了 其实现在尹童之间 好好做 我真的太当然了 我真的觉得 这些特别人 还以为我看 这些特别人 这些特别人 你再把他摔上去嗎 那妈妈 把他打上去吧 那妈妈 这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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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秀才 我家小姐在那边设了酒水 要给你辞行呢 就是担当不起 就此别过了 安秀才 拨酒一杯 这情不在 夜还在 天长路远 离别的话 你总该留一句吧 说得也是 那我就去告个别吧 来 喝点茶吧 盼儿姐 绣是要回家了 就此告别 安相公 请喝杯酒再走 请吧 我能毒死你吗 你怨我 姐姐我接着 姐姐也怨我自己 那天 那情景 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什么话 就那么说出来 说出的话 泼出的水 可说完了 就后悔 后悔死了 你 你 姐姐 在这儿给你认个错还不行吗 潘儿姐 您快别这样说了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识 也怪我自己 一厢请愿 才讨了没趣 这事不能怨你 这天底下 一厢请愿的 还有比姐姐我更过知的吗 好了 不说了 喝酒吧 潘儿姐 如果没有你 秀师怕早就饿死在京城了 谢谢你那天在大街上救了我 当时情景历历在目 秀师永不会忘记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该谢你才对啊 谢你还记得那天 你能不能不走啊 秀师已决无趣了 安秀才 你别走 情不情的 姐姐我先不提了 相依为命 算个姐弟样的亲人吧 你走了 姐姐我已是百无心绪了 潘儿姐 实在没有带下去的理由了 实在没有 好 好 实在是太感人了 实在看不下去了 太伤心了 好 好 你不想要是有喝的人才伤心 这没吃没喝的人不伤心 哎 你是谁啊 干嘛拉着我的手 哎 别动 看好了 这个是你抓着我的手 你看你看 拽得我还挺疼的 去去去 远着点 什么人呢 人家伤心 你看热闹 你哄我 我可不走 我哥哥哄我 我才走 安哥哥 安哥哥 这些日子 我可算是见到你了 你是 我是童小野啊 哥哥 你忘了 在土地庙里 你还帮我写过信呢 那会儿我没什么好吃的给您 给了你一包猪头肉 哎呀 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 哎呀这是山不转水转 咱们又转到一块了啊 来吃点东西 哦 小姨 你这衣服是哪来的 啊 怎么了 这是周相公 夜里埋在地下 让我给挖出来的 周相公 哪个周相公 就是最近订了亲 大把大把花银子的周舍 周相公啊 这京城里谁不知道他呀 有钱人是不一样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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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儿姐 安平说对了 那夜才是他结的 或是他放的 周世了 他是个歹徒 周世了是个徒才害命的歹徒 潘儿姐 我求你件事 什么事啊 潘儿姐 请你今天晚上去给那个宋小姐报个事 让她千万不能跟那个周舍成亲 潘儿姐 你我之间委屈也好 误会也罢 这个都不重要 宋小姐如果嫁了她 那可真正是往火坑里跳啊 怕呀 就这点迷人 情不情的先别说 都这时候了还想着别人 小姨 你吃啊 你吃饱了 明天咱们去告状 潘儿姐 你可一定要把话带到啊 我 我尽力吧 你不能去 你呀 你这边一劝 那边事就吹了 这一吹 那安相公肯定心眼就活动了 是不是啊 这尹章小姐嫁什么人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能去啊 那岂不是明知道宋小姐要跳火坑 我 我不是见死不救吗 不行 我不能做这种事 你这孩子呀 这姐妹自有姐妹的命 那该是她的命 这该好该坏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是不是啊 你呀 还是想你自己的事吧 不行 上次 上次就一与我说谎了 欠了安相公一人情 这回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还她 判儿 你现在这么心软 将来可互悔 顾不了那么多了 安心一天试一天吧 跟我一样啊 将来啊 也是个孤苦命 姐姐都这么熟了还这么客气啊 说满话呢 都像亲姐妹一样了 这都快嫁出去了 我还不该来道个喜啊 也没什么好送的 这副头面 就当姐姐送给你的了 周相公在不在 在呀 在呀 在下方读书呢 我给你去叫她 都说妹妹啊 嫁了个好人家 妹妹啊 姐姐我这次来呀 就是想告诉你一句话 那个周舍千万嫁不得呀 我原来想叫你们二位过去说的 怕走漏了风声 记住了 千万记住了 为什么 我告诉你 她是个无恶不作的歹徒 判儿 你要有证据 这可不是件小事 当然有了 在郊外 她埋的脏物被人起了 说是你们明天就要走 迟一天吧 看明天的官司 记住了 千万记住了啊 天色也不早了 我这就回去了啊 你们别送了 别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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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别送了啊 芳儿 芳儿 你去睡吧 谁啊 周公子睡了吗 我是芹儿 大事不好了 快开门哪 快点 芹儿 你的爷好爷知道 爷一定会娶你做个小的 谢爷 我想 爷爷不是坏人 哎 爷怎么会是坏人呢 哎 哎 小小小的 小小小的 贼僧 贼僧 完了 完了 这贼藏全烧没了 这谁能跟我过不去呢 怎么这么巧啊 难道又是那个周相公干的 拜见大人 堂下之人 温和不归 洛阳秀才安秀时 拜见大人 是个秀才 看座 看座 谢座 安秀才啊 你因何几谷 知府大人 你容小生戏饼 芳儿 芳儿 你怎么还不出去问问呢 官司到底赢了没有 哎呀 小姐 你也没说让我出去啊 再说了 这判官司哪那么快啊 你怎么还不出去问问呢 官司到底赢了没有啊 哎呀 小姐 你也没说让我出去啊 再说了 这判官司哪那么快啊 哎 我今儿的眼皮怎么老跳啊 哎 芳儿 帮我拿片纸给我贴上吧 哎 芳儿 你说这官司赢得了赢不了啊 啊 你说话呀 哦 小姐 你可真难为我了 我说了又不算数 小姐 咱急也没有 等等就知道了 有什么事啊 尹章啊 妈妈我现在也没有主意了 要不咱把银子退给钟相公 等等再看 你倒是说话呀 妈 这彩礼从何退起啊 李游总能找到 就看你愿意不愿意退了 她给我摇膳 为了救我 受了那么一大片烫伤 她知冷知热 嘘寒问暖的 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 妈妈 我觉得小姐说得对 那赵盼儿原本就没安什么好心 我看呀 她是对那个心安的秀才 心移得不得了 这回子看着咱们要嫁了 所以就帮着安秀才来搅局 妈妈 咱们可千万不能 小蹄子 谁问你了 话怎么那么多 给我下去 银章 妈虽然不是你的亲妈妈 但妈是看着你长大 在这个世上也只有你这一个亲人了 本想指望你嫁个好人家 我受不受彩礼无妨 我还能活多少年 妈妈是担心的 妈 您觉得周相谷这人怎么样 最甜 可甜得有点太过了 人善 可善得有点太明了 妈不是说她不好 妈是怕她 好不偿 怎么会呢 如果她获得出命来保护女儿的话 那么封门那天她拼死拼活的她 她怎么会好不偿呢 难道说她都是在演戏吗 孩子 天下 天下只要有钱 气就没有演不成的 妈妈是过来的人 这些我都见了 妈 那我只有听你的了 咱谁的也别听了 就看今天的官司吧 那周相公要是输了呢 那还用说 退礼 可就怕她输不了 好 这话怎么讲 那咱可真成了放出去的剑 想回头也难了 来人 将安秀石座椅撤下 起来 跪下 这 安秀石 你可知罪啊 大人 小的不知啊 你未争女色 诬告贤良 罗知罪名毫无证据 演得好啊 昨天你还有城乡的物证 怎么一夜之间就都被火烧了呢 你网罗流浪汉做伪证 唯一的一件袍子 还有你的自好 也恰恰被火烧了 巧 真巧 讲故事 讲到老爷大堂上来了 你以为本府示好蒙骗的吗 来人 带周舍 周舍上当 堂下何人呢 在下郑州商人周舍 叩见大人 哦 周舍 起来吧 谢大人 周舍 安秀石告你一案 本府就不再审了 案子已然了断 查无实据 诬告贤良 判 将洛阳安秀石 提押大牢 听后发落 不 大人 道冤枉啊道 冤枉 冤枉啊 安贤弟 真没想到啊 这还没过堂你就拜了 看来你真不是我的对手 要不要我到大牢里来给你送饭呢 毕竟我们是兄弟一场 退堂 贪官 婚官 安秀石一个人受冤有何惧 就怕那尹章小姐要掉到火坑里面了 周舍 你 你个一官禽兽 骂吧 骂呀 骂得好 你到大牢里去骂吧 安秀石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要结婚了 这官司一赢 我婚就结得更快了 谢谢你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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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小姐 小姐 项目回来了 回来了 我看见他骑着马在接口呢 他官司一定赢了 赢了 妈妈 不管怎么样 就只有这条路了 你放心吧 隐章小姐 送了吗 我官司打赢了 咱们择日完婚吧 这 这是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 隐章听说你在大官司 正为你担心呢 是啊 害得你们为我操心了 那咱们则即日完婚吧 就听你的吧 就听你的吧 好 我来操办 老头啊 我让你换个单筋你可 换了换了 二小姐吩咐的 我哪敢不听啊 换了 嘴了挺甜的 拿去 买酒喝吧 这是哪儿的话呀 咱们谁跟谁呀这是 方儿 要不你也别跟着进去了 你把石盒给我 你在外边等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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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啦 ricanes Jest zag天 我妈快说 你把电池拿过来 真的今天准备下给月子 满船 你快Press了 不过今晚之前 等会儿才算 souhaite 糊椅底再 Manhattan ッ 起怜吧 起怜吧 还要饶你啊 潘 潘儿姐 你 你怎么来了 这么脏乱的地方 你到这儿来太委屈你了 你 你不用来 我 我挺好的 坐坐坐 这么脏乱的地方 你姐姐我又不是没待过 你别为我操心 来 快吃吧 谢了 小语 来 给你 拿着 这是潘儿姐给我们送吃的来了 谢谢潘儿姐 还是那样 狗烂八抛史似的 谁都惦记着 你呀 你也快吃啊 你也吃啊 快吃啊 潘儿姐 潘儿姐 秀使我无能 尹章小姐没救成 害得自己到身陷围雨 也让小语跟着一起受罪 我没事 挺好的 这儿有吃有喝的 什么都挺好 挺好 你呀 还真明白点事 害得潘儿姐为我操心了 好了好了 你别心疼别人了 心疼心疼自己吧 不是你无能 是你不饿 你原本就不是一个坏人 你知道吗 你是个大大的好人 好到家了 我 潘儿姐 你说我笨也行 不是你笨 而是那周舍太坏了 周相公吩咐 今日结婚大喜 给他兄弟送来喜饼 什么 他们真的结婚了 宋小姐 真的嫁了 什么喜饼啊 老头 别跟我往里抬 你怎么给我抬起来的 就怎么给我抬出去喂狗 欺负人吗这不是 这胆子的人 一定送的是胆子的东西 别让我看见 给我抬出去 潘儿姐 主舰吩咐 咱不能不办 少废话 给我抬出去 别让我看见 别惹解决我不高兴 好好好 得 我抬出去 这是怎么了 这好事发这么大火 行了 不是咱们不尽力 怪只怪宋小姐命不好 你呀 也别多想了 安哥哥 你是不是为了那个周公子 花了你的银子 娶了你心爱的人伤心啊 这话说得还真准 要为这个呀 你也别伤心了 您瞅这胆儿姐姐多好啊 这么好的姐姐 天底下还有什么可求的呀 要我说呀 钱点银子 丢的就丢的 那个宋小姐啊 价就价了 不丢不价 现在哪来这场好戏嘛 去 你呀 人小鬼大 小心待会儿你哥哥 不给你吃的 吃饱了没有 那边还有呢 我吃饱了 吃饱了 要不 我跟着一块儿叫姐姐 好啊好啊 叫吧 懂事 比你的哥哥呀 懂事 我 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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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